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我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电影 平行母亲,不负责影评 今天要聊聊关于说阿莫多瓦的新电影 平行母亲 讲到阿莫多瓦呢,我可以说 他是我最喜欢的导演之一 之前有很多经典的作品 其实我认识他就是从以前大学选修 一些电影的通试课开始 我记得第一部接触他的作品 应该是乔乔告诉他在讲那个植物人 就是意外怀孕的故事 然后后来呢,因为知道这个导演 就有可以关注他之后上映的电影 什么《坏教育》啊,《切夫预谋》 《切夫预谋》也是很hardcore 就是有一个强奸犯 后来他的这个父亲就抓到这个强奸犯 把他改造成女性 很精彩 就是他的故事都是有一些很深层的背后 还就是在那个道德线上面游走 然后他会探讨一些很深入人性的问题 那更不用说,后续还会讲《痛苦与荣耀》 是2019年的大片,也是入围很多的奖项 我个人在那一年,我真的很喜欢《痛苦与荣耀》 它基本上是在阿摩多瓦自己的自传式电影 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 因为那一年的大乐门其实是小丑 但是我个人其实是投《痛苦与荣耀》一票的 那今天这部电影《平行母亲》就好好的聊一下 但在实际进入主题之前呢 让他分享一间我最近意外发现的早午餐店 它是位于三重的美式早午餐 叫做Egg Bun Egg Bun呢,这个全名叫做 Egg Bun Breakfast Sandwich and Espresso 就是这么长 但是它的简称其实就是Egg Bun 然后它就是位于三重的中心北路上面 如果你要坐捷运前往的话呢 是在仙色宫捷运站 就出来走几分钟就到 因为我这一次是做捷运区 它真的是,我没有再夸张 因为我那天去是周末 排队到不行 这个排队的名店 因为它同时还有外带 然后外带之后还影响 还有什么Uber E啊什么之类的 所以就是三方就汇集在那里 就是小小的一间店面 而且还是现做 你点餐它才开始做 所以真的是你要等一阵子 我必须说它的食物吃起来 真的有够好吃 它的那个面包 它的吐司 它因为它是有汉堡 跟所谓的吐司系列 就是什么 极软奶油 木肠 蛋 汉堡 这大腿 它的那个半熟蛋 真是天堂 然后加上因为我这一次去 我没有吃牛肉 但是绝大部分 我看进去大概80%以上 都是点它的牛肉汉堡 但我这一次去是点它的鸡排 我只能说 真的是鸡肉有够嫩 但它的牛肉看起来是超级好吃 重点是 它的汉堡 是现烤的 就是你真的看到 它在那个铁盘上面在烤 汉堡 汉堡你知道通常都是直接 就是用进那种机器烤 可是它放在铁盘上面烤 就是有那种特殊的风味 然后加上它的沾酱 还有它的蛋 它的蛋真的是里面的精华 所以不愧为 它的名字就是Egg Pan 所以我觉得非常厉害 但它也有丹麦所谓的 厚片吐司 布里欧 它这个吐司是有出 就是甜的 就是花生酱 或什么酱料的 那当然也所谓的咸的是 它是两个内馅是有夹东西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 第一次去一定要吃它的汉堡 然后我同时也点它们的红茶 鲜奶就还行 只是我觉得基本上 一定要吃它的汉堡 但是 我讲了这么多好话 真的是你吃了不会失望 而且价格一百 出头快 我觉得 算是吃到那个 你知道可以吃到那个食物的用料 实际上你觉得 有物超所知 不会让你觉得有亏本 但是 我来了 我要讲的是 它的排队动线 真的是有一点乱 它的点餐区就是户外的 不管你是外带内容 它就只有一个地方可以点餐 然后它上面就英文字就写的 order跟pick up 那order就是 就是点餐嘛 那我就看 它进去里面就只有那个点餐区 所以 所有不管是外带内容 还是你是那个什么 foodpanda 要点 要取餐 都是在那个位置 那我去的时候就看到它的order 排了很长一列 那我当然就是乖乖去排order 那个地方 然后就看到pick up那边没几个人 后来 我真的排了许久 真的排了大概十几分钟之后 我后面就有一组客人就到我后面去 就会问我说 诶 这边是排队吗 我说应该是吧 I don't know 我就看到大家前面都在排队 我就问前面说 请问这是在排队吗 他说对 排这里 我说好 那后来 后续就有几个客人就走到pick up的区域 就是我们排队的另外一方去 问了里面的店员说 诶 我要内容 他就让他登记了 然后因为我在我后面那一组 他问完我之后 他们是情侣 他问完我说是排这里吗 我说排这里 我说I don't know 应该是吧 因为就走这一列在排队 后来他的男朋友就走去pick up那边 去问了店员说 请问他内容的话是要排队吗 那个店员告诉他说要排队 所以他就走回来排队 就是他走回来大概不到五分钟 因为那店员就开始轮替 轮流 就有别人就走到pick up 出说他要内容 那个人就让他登记了 所以后续我想说不对劲啊 他怎么就是叫我们排队 可是问他在登记内容 可是我们这一排 明明就有很多内容 跟外带是混在一起的 所以我第一组 让他去点了那个内容的时候 我就觉得不对劲 后续因为他后面排队的人 就是经过人就听到说 哦那个是要内容 所以就是可以直接跟 那边pick up的那个店员 直接就登记 然后就可以排队 那我们那时候排队的人 就是我看到第二组人 就开始涌上去 后面就是比我们后面来 你就听到他要去排内容 就往那边涌过去了 所以当下我就想说不对啊 那这样到底 我为什么还在排在 这一区 我在排这边的用意为何 所以我就问了 我就直接就是以那个 言成诗意 比较大声的声音说 诶请问一下 如果要内容的话 是要跟你直接点吗 还是我们要继续排这里 然后他就说 哦内容跟他点 可是我们前面大概又插了 大概两三组客人 就是已经先登记 那我们乖乖来 在排队的人 就是得要再排到后面 好那就算 我觉得那就是一切就是 可能他们的SOP 没有那么清楚 所以店员有时候 就是会这样子 不一样的政策 这样 那我也觉得OK 就没事 那我就进去 终于让我排 大概又排了二三十分钟 后来因为我要过去点的时候 我说 我觉得点说我要内用 可是他没有跟我order我的餐点 可是我后续就听到说 我前面有一组 明明就是他点内用 他就直接帮他结账 就直接点餐了 然后我就点内用的时候 我就给他我的名字 然后他就说 你几位 我讲完之后呢 我就说 那我要点餐吗 我说我点一下 是不是还要再排一次 他说 哦没关系不用 结果 就在他喊我的名字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诶 你要先点餐 我说好 那因为点餐order那一区 又在大排场了 我说请问 我又要排一次吗 他说对 你要再 不知道我是在排一下 所以我又排了一次 好 这就算了 我也是觉得OK 那我就进去里面 实习等的时候 我跟你说 我后面那几组客人 其实跟我就一样杀眼 因为他还去问了店员 店员 他被店员整很惨 店员叫他去排队 但是后来又叫他们 去另外一边去登机 然后他同时也跟我一样 就是排了两次队 好 那全部都进去了 我今天进去的时候 我后面那一组客人也进去了 但是他们餐点都到了 都是开始吃了 我的餐点还没到 然后我说 好 可能是我是点那个鸡排 那他们可能是点牛 所以相对比较快 我又这样说服我自己说 好 那应该是这样子 但是整体 就是我说吃起来真的很好吃 可是我觉得说 那个整个排队的过程 跟那个出餐的顺序 就会让你影响了 那个你对他的评价 但我个人觉得 这不是店员的错 因为就是他们自己SOP 可能没有个顺序 没有不清楚 可是这很容易会造成 就是你在排队的人 因为人已经很多了 你在排队之外 是你进去等 其实每个人都是在 想说赶快吃 因为我是一个人去吃 所以我吃完就想走 可是很多人是情侣 情侣可能就会 好聊个天 因为他们有限时90分钟 所以有限时 会做到足90分钟 可是外面很多人在等待 那这个状况 就会导致 你在外面等的时候 你心情就会 有点难耐 进去吃的时候 你又要在等 所以就一直在等待的 这个状况 我觉得就会削弱 他这个食物的美食度 所以这个也是会 小小的影响 但我没有要 我没有收费 是我可以老实的讲 我最真实的感想 我觉得他食物非常好吃 但是我个人就会建议 你不要六日去 因为就会遇到 可能我刚刚说的 动线有点乱 然后你排队 可能要等很久 至于是 就是这些细节 就是他们可能 就是太多人 然后三方 集在那个地方 他只有一个结账区 所以全部人都会挤在那里 然后后面有一个规则 因为那规则就是 可能大家就会乱 跳来跳去 所以我觉得 这也是蛮可惜的 但是我个人 对于他的食物 还是非常的推荐 好 那就是关于说 Egg Bound 这个早午餐的推荐 接下来回到今天的主题 电影平行母亲的 不负责影评 这部电影 到底在讲什么呢 它其实在讲说 两个不同世代的 单身女生 其实年龄差蛮多 一个是未成年怀孕 然后一个是年近40 就大概3940岁的女生 意外的 跟他的男朋友 游了一个小孩 然后也是未婚 然后怀孕 两个不同世代的女性 遇到未婚 怀孕这件事情 但两个基本上 已经差了快20岁 20几岁这样 然后两个在医院碰头 然后又很巧妙 住在同个病房 所以他们两个 在那个病房里面 就是有点革命情感 因为两个都是未婚妈妈 然后都遇到一些 感情上面的 就是纷扰 然后自己要 独立的去生小孩 然后养育小孩 然后这个故事 大概就是这样子 到后续他们两个 有些故事的包袱 我只能说 阿莫多瓦 真的很会讲故事 我真的奉劝所有 就是那种 就是要当导演的人 就是真的要去看一下 你如果要拍纪录片 就真的 就请当一个 好好的说故事者 很多就是 会太包山包海 或是你讲故事 会让人家觉得很难耐 这部电影叫做 平行母亲 他时长有两个小时 但是你看 你不会觉得 有一丝的脱戏 你会看 就会让你 满满的 就是 很惊讶 然后你又觉得 哇 编剧真的很厉害 重点是 我觉得他最厉害的点 是在于他的美术 他的剧本 他的演员 就是都是到位的 水准很高 就像是我每次看他的电影 都会觉得很震惊 想说他真的是很缜密 就是缜密两个字 他不会让你看到任何的 就是有破绽 所以呢 这也是我觉得 我很喜欢 这个导演的作品的原因之一 而且他 很深入女性的那个 很深层的情感面 他很会去描述 女生复杂的情感 就像他是个男生 可是他对于女生那个细腻的情绪啊 或是互相的那个纠结 很会去捕捉 那这部电影的女主角 就是潘尼洛普 讲到潘尼洛普 如果你是30岁以上的人 你可能就会认识他 然后你可能认识他的 第一印象 可能就是 阿滩哥的前女友 可能就冠上这个名字 但其实 他早就已经拿过所谓的 就是坎城影后了 他当年拿下坎城影后 就是以跟这个导演一起合作的 完美女人电影所拿下的 那他今年又以做平心母亲 再次的拿下威尼斯影后 等一下拿到大满贯的两个人 所以这个导演跟他 真的是有很深的情感 两个人合作很多电影 所以我觉得导演很了解 潘尼洛普的演技之外 他连他的脸都可以把它拍得有够美 他真的是这样20年过去 他的脸真的还是很美 还是非常有魅力 只是在脸上多了一些皱纹 可是那个皱纹反而多了一些韵味 我认识导演跟他合作 真的是天作之合 那这部电影还有另外一个 新生代的女演员 叫做米莱纳斯密特 这个女演员在里面就演那个 未成年怀孕的少女 然后潘尼洛普就是演那个 我说的40岁意外怀孕的女性 这两个人就在那个病房里面交织了很多的故事 那我觉得这部电影我看起来就是两个小时 你会看到一个很完整的女性的角度的故事 每次我看他电影都会觉得说 女生看应该会很感动 但男生 我跟你讲我今天去看的时候 百分之七十都是男性 我非常的意外 我今天去看的时候很多就是一个人去看的男生 而且还有很多是就是夫妻党男女一起去看 所以我就觉得 阿莫多瓦的粉丝真的也是男生很多 就是我没有那时候想说 阿莫多瓦的女生比较多 我想说他的电影比较是女生视角 可是我跟你讲我错了 男生也超多的 我觉得他厉害之处是 他每一次拍的电影 不只是单纯探讨一个议题 他的电影里面一定有很多个议题他想要聊 可是他聊是要用很巧妙的故事走法 不会让你觉得说 哦好硬塞 因为有些电影就是太刻意 就是A加B加C 他要塞很多东西 可是你看就会觉得 那个一点点 那个一点点 就会到时候你就觉得 感觉都没有到位 就是不够完整 你就觉得说 哦你都沾到一点 可是你就不会让你想哭 或是不会让你很深刻感动 但是阿莫多瓦的厉害是 他都会有那种很heavy的议题 那种社会议题 像那种植物人啊 变性啊 或是那种侵略 什么之类的 性侵啊 什么之类 或是那种就是宗教的东西 但是他还是可以把 故事很完整讲完 跟顺便去论及 他想要探讨的议题 给你一个空间 给你一个想象 去让你反思 看完他的电影 你就是会反思 你会看完之后 你不会单纯想说 诶我刚看了一个什么电影 你会忘记 不会 看完之后 你就会对刚刚的内容 跟刚刚的剧情 你会有所 就是思考说 诶原来那样的角色 或那样的时空背景 如果是你以后 你会做什么选择 我觉得他厉害之处在这里 那里面除了我刚刚说的 就是讲两个女人的故事之后 他其实还带到 所谓西班牙内战结束之后呢 因为他们国家的元首 想要以恢复国家秩序为由 他们制造了很多的血性屠杀 在过去的时候 所以很多以前那种 就是比较乡村的地方 有些那种男生 就会突然被抓走 抓走之后呢 可能就是判刑 或者就把他就是默默的杀 然后就就地掩埋 甚至在故事里面 其实就说 他之前有个什么曾祖父啊 就意外就在吃吃饭 吃到一半就被抓走了 抓走之后呢 叫他自己去挖坟墓 挖坟墓是什么坟墓 是他自己要买进去 活埋的坟墓 然后呢 他隔天又自己 就默默赶快爬回家去之后 他隔天就真的被 又被抓走 就真的被买进去里面 所以当时的那个内战 就引发了很多男性 就是变成是乱葬刚 你找不到你的曾祖父 找不到你的叔叔伯伯 什么之类的 那那时候就是都埋在一起 那他们为了想要去 找回原本的那些 所谓的亲人 把他们一一的找出来 一一的让他们 入土为安的 这个角度跟这个内容 也包含在这部电影里面 所以这就是我刚刚说 导演厉害的地方 他把那么深硬 这么硬的历史的东西 包在两个女人的故事里面 但是你看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 好无聊 不会 他还是用很情感 很温柔的做法 来让你看完这整个故事 那讲到阿末多 不得不说 我每次看那电影 他的颜色真的是很巧妙 他的美术 你每次看他那个 每次在那个空间里面 搭出来的房间 或是他选的那个场地 他选的每个剧院 选的每一个什么咖啡厅 选的每一个房间的 巧妙的那个颜色 撞色搭配 衣服的搭配 在那个医院里面 他还是可以找到那种 色彩斑斓的医院 你就觉得这种不可思议 他到底去哪里找 这么漂亮的场景 然后他的每一个什么 橙色桌子啊 台灯啊 甚至小制 他那种厨房里面的装置 你都觉得说 他的颜色真的是 会让你看到 很南欧 很地中海风情 但他颜色 质感非常好 如果你是喜欢 就是设计 或时尚的人 你每次看他电影 都会觉得 满满的灵感 因为他们就是 色彩用的极为巧妙 那他里面有个摄影师 也是长期跟阿莫多瓦合作 他的御用摄影师 叫做 何希路易艾尔坎 哦 有过难年 这个摄影师 跟阿莫多瓦 也是长期合作 导演就说 他是最能够抓出 他感觉想要的 正确的颜色 让整个故事 充满的阴郁情感 让故事闪闪动人 所以我觉得他们厉害 就在于说 他们的那个 这个细节 就是你看电影 不是单纯在看剧情而已 而是看那个长部 看演员的表现 看那个剧本 看那个敬畏 真的是 每次看他的电影 都有学到很多 这是我喜欢他的电影的原因 再次真心推荐给你 这部电影 平行母亲 好了 如果对今天的议题 你有任何意见和看法 想要分享的话呢 不管此刻 你收听的是哪个平台 快去按赞订阅 那如果你是厂商的话呢 在资讯栏位有信箱 或是你可以加我 IG私讯跟我联系 最后关于说 如果你是用Apple Podcast 或是用Spotify 收听的朋友呢 快去按下五星的评价 或是分享给你朋友 听听看 或是留下你一些意见 我都去看哦 好啦 这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哦